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的礼物了 这个回答一出相信你也跟主持人一样忍不住对大橙子竖起大拇指吧 这反应真的是太机智了 这情商真的是太高了啊 相信任何一个圈内好友听了都会感到非常的舒服喜悦吧 不得不说郑业诚真的情商很好很会做人啊 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夸赞自己太会做人了 紧接住主持人又问了郑业诚一个问题 有哪些自己特别欣赏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合作的圈内艺人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讨厌反应和情商的问题 当然了大橙子的表现依然不会让人失望 听到问题后郑业诚立马喊话太多了 随后从节目现场的诸多演员嘉宾入手 包括宋丹丹老师 张一山和杀一个以及杨盈杰等 在场所有的演员艺人郑业诚表示都是特别欣赏赞赏的 除了孙业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合作过 所以自然郑业诚也表示都想合作的 再一次让人看到了他高情商会做人的一面 说到这也期待一下他跟孙业主演的一面永恒吧 当然了郑业诚上综艺回答问题的片段 不但让人看到了他情商高很会做人的一面 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他非常可爱的一面 比如这个问题主持人问他 有没有关系特别好 但是一直没有见面的网友 答案无非是有或者没有 但是郑业诚却脱口而出一句我不网恋的 瞬间让人忍不住笑喷了哈 还有接下来一个问题 主持人问他自己最像三国里面的哪一个人物 因为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就是跟三国有关的 这个时候大成子则表现出了碎碎面的开一面 一个人在那里一边响一边自言自语嘟囔住 说自己聪明吧又没有那么聪明 说自己勇猛吧又没有那么勇猛 而且还挺瘦弱的 一度陷入了我到底像谁呢的疑问 如此认真而又碎碎念的一面也是可爱的很啊 又比如这样一个问题主持人问他 如果有一天跟朋友一起度过会做什么事 郑业诚毫不犹豫回答说看看大山 垂垂牛 喝喝茶以及聊聊最近的近况和感悟等等 垂垂牛当真真实借地气 而看大山喝茶以及聊人生又多少有点老干部的作风了 总之郑业诚不但人帅系好 而且情商高很会做人 同时还非常的可爱欢托 可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实力派偶像啊你说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